光明市的小岛上惊现一具木乃伊 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勘察 他们发现尸体经过脱水处理异常干燥 包括尸体的白布上附着着许多硅胶干燥剂 他们的作用是防腐 警方得出结论 这个小岛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根据目击者描述 你画出了嫌疑人的画像 经过数据库匹配 发现嫌疑人是就职于彭海市警局的法医 明川此人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 破获了多起大案 但根据相关调查发现 明川在案发当时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并且有众多证人能帮他作证 而现场的警员还是觉得 此人有重大嫌疑 但介于没有直接的证据 并且对方身份特殊 贸然调查可能会让自己丢掉警察的范 宛于是 局长将自己最信得过的徒弟罗比星 调配到彭海市警局当刑警队长 让他暗中调查法医明川 罗比星就这样和明川成为了同事 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案件 被害人冯苑在家里的楼梯上掉下来摔死 警方到现场后发现有诸多一点 于是就想对冯苑的尸体进行解剖 可他的丈夫和婆婆却把警察从家里赶了出来 并不同意警方解剖尸体 而是想当即送往火葬场进行火化 也不等娘家人过来就着急火化 这里面肯定是有猫女 说着死者的婆婆拿出了医院的死亡证明 确定冯苑就是失足摔下楼摔死的 可明川的徒弟黄小龙坚信 这里面有问题 就是想进去解剖 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明川也到了现场和家属商量到字 既不会动尸体 只是想进去看看 家属也就同意了 毕竟不解剖尸体 他们也就无所谓 可明川进来之后 现场已经被警方调查过了 楼梯上的血迹和细微痕迹 也被婆家人擦得一干二净 如果不解剖的话 是完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 黄小龙带明川来到了被害人 死亡的地点 他推测这个楼梯怎么掉下来 也不至于会摔死 所以他觉得疑点很大 大家来到了冯院的灵堂前 说实话 尸体直接就摆在家里的大厅内 多少都感觉有点甚的慌 经过一番查看 没有找到实质的线索 凌川直接来到了冯院的房间 看到化妆台上 摆满了维生素和养生药 下楼的时候 看到死亡地点边上的插座被烧黑 通过他丈夫的口述 冯院和他结婚五年了 可一直没有孩子 凌川发现 这些药里面有很多都是维生素 但有一瓶却被人替换了 插入的是避孕药 而且在主卧的卫生间内 找到了一根黑色的长发 冯院的头发是染成黄色的 这一根黑发 有可能是其他女人留下的 极有可能是丈夫带回来的小三 而且在房内找到了安胎药 说明冯院此时已经是怀孕了 没有人会在没怀孕的情况下 吃安胎药 可丈夫始终不相信 于是明川推测 冯院生前应该去了医院做了检 并询问了怀孕的办法 可她不知道的是 丈夫背着她拿到了她的检查证明 在检查证明上发现 冯院居然度过多次胎 这才让她这么多年没有怀孕 可冯院说就度过一次胎 而这仅有的一次 也是因为丈夫才度的 然后丈夫就把维生素 替换成了避孕药 可冯院一吃就能吃出来 所以她一直没有吃避孕药 从房间里的安胎要能看得出 冯院确实已经怀孕了 明川在冯院的脖子处 找到了电机痕迹 猜测死者生前应该是掉下楼梯后 被人用电电机过 而电机后的尸体 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只有解剖才能证明 丈夫听到这些话之后 显然也知道自己逃不过 于是承认了自己杀了她 原来在当天晚上 丈夫和冯院在楼梯口发生了争执 冯院也知道了 她在外面有了小三 而且小三也怀孕了 冯院也当即拿出了 自己的怀孕证明 可不曾想丈夫不相信她 还认为是冯院为了欺骗她 才去做的证明 在推丧下把冯院推下了楼梯 可此时的冯院并没有直接死亡 如果送去抢救的话 还是能救回来的 但丈夫却回房间 拿走了吹风机 拔掉了电线 用电机把冯院给垫死 明川确实很厉害 在没有解脱的情况下 把案子直接就给办了 如果法医都能像她这样 那刑警队就要失业了 市里发生一件离奇案件 死者是在河里淹死的 可法医事检报告上写的 居然是海水光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天警方接到报案 在河边打捞到一具女尸 经身份核实 死者名叫唐红 年龄在32岁 身边有一个8岁大的儿子 根据邻居的口述 很少看到唐红待在家里 早上晚上都很少见过她 根据尸体法医初步分析 死者唐红身体各处都有外伤 但和死亡原因没有关系 在肺部有大量积液 符合溺水死亡特征 可死者的肺液却特别大 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女性的大小 罗比星推测 死者应该是在海里溺亡 只有被海水溺亡 才符合这种特征 根据死者肺部的信息来看 发现有很多的红细胞宁块 完全属于海水溺亡的特征 尸体是在河里打捞上来的 死因居然是海水溺亡 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小容根据尸体分析到 这种肤色至少在水里浸泡超过十小时以上 如果凶手把它淹死在海里 然后打捞上来又丢到河里 是完全没必要的 而且在运湿过程中 可能会被交警插车 所以凶手应该不会这么傻 再加上这条海 开车到附近最近的一个海滩 也要三个小时 而根据尸体的死亡时间来计算 凶手的运湿时间只有一小时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死者并不是在海里溺死的 而是在装有海水池子里 这时明川来到了海鲜市场 店老板说 自己店里给这些海鲜供给的水 就是海水 不然这些海鲜很难存活 看到这些海鲜池的时候 这么小的容器应该不至于淹死人 为了不让店老板起一心 明川并未说自己是警察的身份 随后买了两只海鲜 再加了一些海水后就回去了 吩咐黄小龙把海鲜的海水进行分析 对重点要和死者弹红的溺液做对比 经过鉴定 果然和弹红体内的溺液一模一样 警方当即找来了市里的 三个海水攻击厂家 一番盘问下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于是明川随即找到一家工厂 进行排查 当问到老板马超 什么时候给这些鱼换水的时候 马超说 厂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工人操作的 具体的他确实不清楚 明川通过马超的面部表情变化 判断出他撒谎了 到厂房外发现 海水储备池的高度 至少有三米 如果不会游泳的人掉进去的话 肯定会溺死 他找到了换水的工人 此时的明川对马超怀疑更大 他爬上了池子顶部 巧合的是 他看到了水里有一个发卡 猜测可能是死者在水里挣扎后掉落的 警方当即带回了马超 马超经营着全市最大的海水攻击 人工培育的海水 在培育前是浑浊的 需要经过一到两天的静置 才会变清澈 而死者肺部的蜜液是浑浊状态 在死者死亡当天 他也替换了海水 马超也承认了 只不过当时 他开车回去的时候 是凌晨五点多 发现谭红时 他已经死了 为了不让自己工厂停业 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才会去抛尸 自己根本没杀人 通过尸检报告得知 谭红在溺死之前 身体上有多处伤痕 猜测很有可能 是马超和谭红发生搏斗 然后再被马超 丢进了海水池里 这是明川拿出池里捞出的发卡 这个发卡是名牌 市场价大概在一千元左右 很有可能是 谭红在工作时 不小心把发卡掉进了池子里 伸手下去打捞 不慎掉进池子里导致的死亡 不过这些都只是警方的猜测 在一切的线索断了的情况下 明川和罗比星来到了 抬球是放松心情 而紧接着两人又来到了酒吧 就这样玩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两人都困得不行了 也没睡觉 来到了警局 直接给韩红做了开炉 通过开炉 发现有珠网膜下枪出血 也就是炉内有严重的出血 这种自发性的出血 很有可能是过度劳累才引起的 原来明川通过谭红儿子的口述 知道了谭红不仅白天上班 晚上不睡觉还要上晚班 一人打了三份工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昨天晚上和罗比星去的娱乐场所 就是谭红上晚班的地方 而在上完晚班之后 谭红又要赶到到海水加工厂 继续上白班 是个人都会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工作 可这还不能作为证据 证明谭红是死于疲劳而导致的意外 相比明川的猜测 罗比星更相信是马超杀了人 这天马超的儿子来到了警局 明川在和他的交谈中得知 马超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必须每天晚上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而谭红死亡的时间正是凌晨一点左右 如果马超吃了安眠药 那么他在这个点就算是天堂下 也醒不过来 当即到看守所找到了马超 并对他进行了抽血 在马超家中也搜到了安眠药 在抽血的化验单上得到 马超在谭红死亡的当天11点左右 就服用了安眠药 所以他不可能是杀害谭红的凶手 而谭红真正的死因应该是疲劳过度 不小心跌入海水池中淹死 而他身上的这些伤痕都是在工作中留下的 和马超没有任何关系 谭红是个单亲妈妈应该是为了孩子 才会这么拼命地去工作 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 这天警方接到报案 一名男子在家中离弃死亡 根据现场的遗留的血迹来看 死者死前有过剧烈挣扎 而且这么大面积的出血量 不太像是人为 反而更像是 死者生前遭受过动物的反复死亡 还有的伤痕 难道死者是被野兽咬死的吗 或者说是狼人 据调查发现死者名叫向阳 是个职业录音师 性格比较孤僻 不太爱和人打交道 法医通过死者脖子上提取的DNA进行分析 发现编码区后段异常 和正常人类有区别 不排除野兽袭击的可能 明川对这个结果很是怀疑 可黄小荣又来到了案发现场 现场的搏斗这么激烈 按道理讲 现场不可能没有任何线索 于是和大家仔细寻找了起来 果然明川在地上 发现了一株仙人球 这颗仙人球上面有血迹 看着不太像是死者的喷溅血液 于是带回了警局进行采样分析 这时罗比星接到报案 在市里的动物园中 居然丢失了两只野狼 刚好昨天园区的监控正在升级 只有两个监控能用 拍摄到了嫌疑车辆 离开动物园的画面 其他的就没有了 丁队出于对这次命案的怀疑 想到之前检测出来的DNA又不是人类 于是询问园长 有没有可能训练野狼去咬人 园长也很质疑 不太敢确定 但是他觉得训练时间久了的话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会议上罗比星分析 被害人死亡的当天晚上 也就是两只野狼失踪的晚上 动物园附近三宫里的所有监控都在改造 接近十几个路口 都没有拍到凶手和野狼 死者是被动物咬死的 加上动物园又丢失了两只野狼 这两起案件可能有关联 于是 罗比星带着大家一条一条路进行排查 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 可查看了一晚上也没有任何线索 明川和罗比星来到了动物园的必经之路 发现这条路好几天前就在修路中 所以现场的交通非常拥堵 通过的话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如果当天晚上抓走野狼的人开车进入这条路 那么必定会被堵上很久 由于盗贼急于把狼给运送出去 他肯定会转移路线 罗比星来到了另一条小路 这条路被临时路基拦住了 仔细一看路基上还有寡蹭的痕迹 猜测盗贼很可能是强行通过 于是二人开车顺着这条路找了过去 一番寻找下在一处路口找到了监控 立即给江小白打去电话 调去当地的监控 果然在当天晚上找到了嫌疑人的路向 这辆车的行驶路线 也是往死者家中的方向开去 通过车牌信息找到了嫌疑车辆 确定嫌疑人应该就在这附近 警方立即展开了搜寻 在酒吧警方锁定了嫌疑人马强 可马强伸手比较矫健 逃出了警方的视野 罗比星追踪到一处废弃厂房里 只见此时的马强衣衫蓝绿 像是被动物咬烂了全身 幸好罗比星发现了及时 带回医院捡了一条命 原来当时马强回到废弃厂 就是想把狼杀掉毁灭证据 可不曾想反而被狼袭击 明川此时也赶了过来 根据死者死亡时间分析 当时马强到向阳家的时候 向阳已经死亡了 所以马强不可能是凶手 他就是简单地偷了动物园的野狼 拿去贩卖而已 随即拿出了从死亡现场 带回的仙人掌 经过血迹分析不属于死者 推测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不过在马强和向阳之间 肯定有个中间人 这个血迹应该就是中间人留下的 也是他从马强这里购买了野狼 二人急于找寻线索 直接进到重症监护室 询问马强 当询问他案件的情况时 他却把受指向了明川 然后马强却因伤势过重 当场死亡 回到警局里 明川从睡梦中惊醒 难道马强抬手不是指向自己 而是自己的手上有什么秘密吗 此时明川回到了停尸房 打开马强的尸袋 发现确实手指上有个小伤痕 这是马强临死前留给警方的线索 看着像是被动物咬伤的 这么小的伤口 应该是被某种爬行动物咬伤 于是 找到了市里有名的生物学专家 狼教授 通过照片 狼教授当即判断出是被蜈蚣咬伤的 这种蜈蚣是外来物种带有剧毒 人在被这种蜈蚣咬了之后 24小时内就会死亡 需要打蜈蚣血清才有用 一般医院才会有血清 可查过马强的医疗记录发现 他并没有去过医院 那他的伤口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警方猜测 帮马强处理伤口的就是之前的中间人 通过对蜈蚣血清的探查 警方找到了市里唯一一家蜈蚣专卖店 店长名叫徐磊 原来马强一直和徐磊在做买卖 维京动物的生意贩卖这种动物能够赚钱 所以徐磊基本上把马强的货都买断了 可他和马强都是私底下交易 他的老板宋维涵并不知情 随即警方带回了宋维涵进行询问 可宋维涵当时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 这时警方这边有了重大发现 明川之前让同事查探关于狼人的信息 就在案发前几天 有群众在网上发帖说 市里的大明星黄伟伦患有狼人综合症 说白了就是身体会长出很多毛发 明川指出死者检测的DNA异常 狼人综合症也的确是可能性之一 就当大家去查看这个帖子更多信息的时候 居然被人删除了 经过调查 黄伟伦因工作原因和死者也有过合作 可毕竟黄伟伦是个明星 仅凭怀疑而没有证据就去传唤他 对警局的影响很大 中局说什么也不让大家去查 所以大家只能以粉丝的身份来到了黄伟伦的演出现场 凌川则趁机推倒了黄伟伦 可就因为这个举动 引来了黄伟伦的律师 好在律师和中局是多年的同学 这一次就算明川逃过一劫 这时宋威还来到了警局自首 声称是自己杀了向阳 先给他吃了安眠药后 并咬断了他的脖子 最后失去过多死亡 而马强则是他的替罪羊 想让警方把所有的查探全部集中到马强身上 自己用液弹冲刷了尸体 影响了警方对死亡时间的判断 他之前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 可明川不相信宋威函是凶手 因为宋威函并不是狼人综合症患者 死者脖子处提取道理 DNA根本就不是宋威函的 明川当天去铺倒黄伟伦 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在撕开黄伟伦的衣服时 发现有大面积红肿 一般经过激光脱毛的人 才会留下这种痕迹 而罗比星这边也通过档案 找到了宋威函的信息 也确信他不可能是凶手 可他为什么会给别人顶罪呢 他和黄伟伦又是什么关系 根据一点 他们又回到了案发现场 明川找到了一张向阳的照片 上面写着同性恋酒吧 难不成向阳还是个同性恋吗 根据线索找到了这家酒吧 明川一进来就被一个娘炮接待了 然后他们也找到了酒吧的经文 经理说向阳和他之前在一起 这就坐实了向阳是个同性恋的事实 经警方调查 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当时在贴吧 删除帖子的地址 调取监控发现此人正式送微寒 证明两人确实有关系 警方当即传唤了黄伟伦 调查发现向阳一直在给黄伟伦写歌 而两人也有大量的资金往来 可黄伟伦就是不承认自己认识向阳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警方只好扣留黄伟伦24小时 如果在24小时没有结果的话 就要放他走 而明川此时也是在读 如果黄伟伦有狼人综合征的话 那么他的脸上是不能做手术的 这么长时间脸部肯定会有变化 警方也在拖延时间 只见黄伟伦慢慢悠悠地享受着这个过程 还陆续地吃起了糖 在时间结束后 警方发现他并没有任何变化 就只能放他走 难道明川猜错了吗 就在黄伟伦坐车走的时候 他把庄有糖的包装袋 随意地丢在了路边 被明川剪了起来 经明川对包装袋检测分析 里面含有一种热 休克蛋白的毛发抑制剂 难怪他在警局坐了24小时 连胡须都没长出来 都是被这个药物给抑制住了 可这种药国内并没有上市 只有国外采用 根据线索 明川找到市里唯一一家 这种药物的出售厂 一番打探后发现来给黄伟伦买药的 居然是向阳 接着他们来到了同性恋酒吧 盘问经理 经理只认出宋薇涵 当时带过黄伟伦到向阳的住处 当时他自己也在场 从多年的经验看 宋薇涵和黄伟伦肯定是情侣关系 有了这条线索后 明川来到监狱传唤了宋薇涵 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宋薇涵还是极力地在维护黄伟伦 明川这便没有结果后 警方再次传唤了黄伟伦 在盘问下 原来向阳和黄伟伦很早就认识了 他们是同一时期的练习生 只不过向阳一直活不起来 最后也就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但黄伟伦此时还是死活不承认 可提到宋薇涵的时候 他从小就在外头鬼混和小流氓睡觉 他我能看到什么 这段话也正是警方的突破口 把这段视频完整地给了宋薇涵看 果然宋薇涵受不了他的这种侮辱 觉得自己就是在为一个人渣 出卖自己的胆情 于是把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当天他们都在向阳的住处 向阳想要把黄伟伦的秘密公之于众 协商无果后 宋薇涵本想着拿钱去封住向阳的嘴 可就在宋薇涵出去取钱回来的时候 黄伟伦已经束手杀了人 这个男人开着兵力准备去接女儿放血 可定睛一看 女儿却被一位中年大叔给牵走了 两人在路上还有说有笑 一起进了炸鸡店 男人立马追了上去 可第二天中年大叔就死了 难道凶手会是开兵力的土豪吗 明川到现场查探 从地上的血迹来看是坠楼身亡 紧接着明川来到了楼上 附近没有监控 谈论了周边的目击者 大家都没见过第二个人出现 死者应该是自杀或者是干苦力太累 死于意外 明川在鞋子上发现了一滴新鲜的血迹 正常来讲死者坠楼身亡 鞋子在楼上是沾染不了血迹的 可这滴血又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死者名叫林志文 和明川是初中同学 在林志文死亡的前两天 还和明川在一起吃过饭 据了解 林志文那天是去接自己的女儿放学 带着他去吃了炸鸡 而随后跟上来的男人 是女儿的继父杰森 林志文的妻子李兰 早年间因嫌弃他家境贫寒 就离了婚 女儿也判给了有钱的杰森 李兰极力阻止女儿和林志文的见面 可女儿却很爱自己的亲生父亲 所以他们每次见面 都是瞒着李兰进行的 回到本次案件 经过尸检判断 林志文属于高空坠楼死亡 在所有的证据都指明 死者只是意外死亡 罗比兴刚想就此结案时 林川却对本次案件颇有怀疑 就是因为案发现场鞋子上的一滴血 经过DNA发现这滴血 确实属于林志文的 可以断定林志文生前身体 就已经不正常了 如果是由这件事情 而引发的坠楼 那就不能草草结案 必须查出具体原因 可罗比兴却反对 现在证据就在这里 为什么还要白费时间去查探 不过在明川强烈的要求下 终局还是答应 为了给林志文做全面尸检 明川来到了他前妻李兰家 征求他的意见 可李兰却极力反对 给林志文做尸检 就在明川回警局的路途中 林志文的女儿林颖冲出来 拦住了他们 从林颖的一番话中 罗比兴此时也知道了 案件并没有这么简单 林颖虽说杰森是杀害 自己父亲的凶手 可最后让警方做尸检的 就是杰森 所以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林志文的前妻 不大正常 通过对林志文的全面尸检 知晓他在此之前 得了急性白血病 血液检测也没有毒物残留 此时罗比兴就确定 林志文就是意外死亡了 这时江小白说出 林志文的前妻李兰 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根据他的走访 从邻居口中得知 李兰这个人 在没家底结婚前 就行为不检点 那时候他已经有了外人 可这个也不能作为证据 证明林志文的死有问 中局当即选择结案 不再让明川继续查探下去 但是明川还是觉得不太对劲 一根死脑筋 就像想探到底 而就在此事里 兰报案了 今天买票回家 发现家里一滩血 走近一看 居然是杰森躺在了地上 警方到医院的时候 杰森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因为警方已经立案 所以必须要抓到凶手可解 森却想把这件事撕掉 林川探测 所伤杰森的应该就是李毅 随即找到了李毅 果然在他的手上 发现了伤痕 应该是捅伤杰森后 刀子也划过了自己的手掌 但是杰森并没追究 此时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就在这时 罗比星通过医院拿到了林志文的病 可上面引发白血病的病人 却是困难 林川猜测 极有可能遭受过强烈的辐射 也会导致 于是二人来到了林志文工作的工地 拼工地经理 朴书工地的周边都是居民萌 受到辐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林志文受了辐射影响的话 那么大家都会有影响 可现在大家都好好的 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 众人来到了林志文的寝室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石雕 而石雕的人物就是他的女儿 黎 他雕刻了这么多件石雕 应该是想雕刻一个最完美的送给女儿 经理称 这些石头从哪来的 他们不清楚 可能是林志文自己去捡来的 罗比星则在柜子里找到了一份病例 这份病例是专门检测辐射用的 林志文应该也想知道 自己是怎么患上的白血病 由病例中能得知 林志文的白血病基本上就是有辐射引起的 他自己也发现了 出于怀疑 盈川找工人拿来了辐射检测仪 经过对石雕的检测后 发现其中有一个石雕辐射严重超标 经理连忙让大家撤离 不然在这里待久了就会有生命危险 紧接着警方来到了现场采集证据 明川和罗比星也当即吃了抗辐射的药丸 经警方调查发现 石雕的材质含有金属骨六石 有极强的辐射性会严重损害人体血液内的细胞组织 造成白血球减少 引起血液性疾病 严重地会使人患上白血病之人死亡 本来这块石头是普通的石头 就是因为被埋在骨六石的废料里 因此也具有了同等的辐射性 这块石头非常适合雕刻 警方猜测 这块石头应该是熟人送给林志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久而久之 林志文就被辐射导致感染成了白血病 由此可见林志文的死根本不是意外 就是他杀了 随即警方带回了他的前妻李兰 在调查中警方发现林志文 并发现李兰曾经来过工地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可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下 李兰也不会承认是自己杀了林志文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明川猜测杰森很可能知道点什么 顿时想到一个奇葩的办法 把杰森关在放有石雕的房间里 杰森看到石雕后立马坐立不安 他以为这个石雕是有辐射的 那一块石头 其实是警方随意找来的一块普通石头 为的就是让杰森露出马脚 杰森回忆 当天在炸鸡店遇到林志文时 照他这么说的话 杰森是没有任何嫌疑的 根据杰森提供的线索 继续回到李兰的审讯 当警方从李兰家中 找到了抗辐射的钥匙 在绝对的证据下 李兰也坦白了 当晚确实是他去送了石头给林志文 然后回到车上的时候 立马吃下了抗辐射的药碗 可警方在石头上 找不到任何人的指纹 包括李兰的 这应该是 林志文在检查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时候 早已猜出了事情的缘由 可自己却不能揭发李兰 不然自己的女儿 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好的条件 不管未来的学业也好 事业也罢 杰森都能给他最好的 于是他选择了沉默 在一番挣扎下 林志文擦掉了石雕上的所有指纹 一间放满蔬菜的地窖 在凿开墙壁后 惊现一具腐烂的尸骨 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这天明川和罗比兴 来到了隔壁南江市送资料 没曾想昨天晚上 大暴雨发生泥石流 把回江北市的主路给冲断了 差不多要两天左右才能修好 没办法 两人只好借此机会放松放松 去了南江市有名的景区水云间游玩 一下车就碰到了两位民宿的住户 他们也是来景区玩的 这一晚就是两个月 对这里环境和民宿的老板都很熟悉 这部民宿老板因为临时有事 就让他们来接待客人 等到了晚上 民宿里的租户都坐在一起吃了饭 民宿老板丁明凤 很热情地给大家做了一顿大餐 晚饭过后 明川无意中聊到周天的妻子杜小秋 猜测她是生病了 而且还是绝症 在晚饭时 看到杜小秋脖子处有个大骨包 这种骨包是08节转移后呈现的肿块 只有癌症晚期才有这种大骨包 看样子杜小秋从来没有去化疗过 可能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能平安出世吧 一旦化疗后 对孕妇的胎儿有致命的打击 才会一直没有选择化疗 这时 杜小秋的丈夫周天刚好也走了过来 当周天说出这句话时 都感觉很惊讶 明明杜小秋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可他为什么还这么坚信 他能好起来呢 就在这时 另外一对情侣在睡觉的时候 发现了老鼠爬到了他们的床上 雨还被吓了一大跳 尖叫声引来了民宿老板丁明复和明川等人 可丁明复确信他的民宿这么多年了 很少出现过老鼠 明川比较好奇 询问丁明复这里是不是有地窖 一般像这种偏远的景区都有地窖 会储藏一些食物 在跟着丁明复来到了地窖后 里面存放的确实是一些蔬菜和食物 在一番查探后 明川果然在地上找到了几粒老鼠 分辨可奇怪的是地窖放的都是蔬菜 但明川却闻到了一股臭味 丁明复说应该是老鼠死掉散发的味道 此时丁明复也慌张地催促大家先上去 好像害怕他们发现什么似的 就在明川二人准备走出地窖的时候 明川当即判断出 这种臭味不是死老鼠的味道 就在他靠近臭味点仔细搜寻的时候 丁明复直接就往外逃走 罗比星抓回了丁明复 两人随即也对这堵墙进行了破坏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具腐烂的尸骨 当即找来了南疆市的警方协助办案 南疆市的下队初步对事故进行了排查 尸骨至少有四年的时间 现场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对取证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来到房间对丁明复进行了盘问 地窖是他自己五年前挖的 就是为了藏尸才故意挖的地窖 可丁明复承认尸体是自己藏起来的 但是人却不是他杀的 回忆起五年前晚上 那天他刚好在民宿周边巡视 无意在河边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把女人翻过来的时候 他胸前插着一把刀 他身上没有手机 加上周边没有人 只好把那女人抱回了自己的民宿 可就在背到民宿门口的时候 女人因嗜血过多死了 而且看到女人包里的一大堆现金 有整整十万元 当时他开民宿欠了很多人的钱 这笔钱刚好可以拿来还债 心里一番挣扎下 丁明复拿走了现金 挖了地窖埋藏尸体 并且没有报警 明川在对事故检测中发现 死者除了胸前的匕首是致命伤之外 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伤痕 基本上能确定凶器就是这把匕首 而从匕首刺路的角度来看 凶手是个左撇子 而回想起丁明复的种种操作 他也是个左撇子 难道他是凶手吗 可罗比兴却不以为然 从之前对丁明复的种种盘问下 他表现得异常淡定 应该不像是他杀了人 不过根据目前的所有证据和推测来看 丁明复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在对民宿里的租户盘问下 大家都不认为他是凶手 据了解丁明复这个人平时热于助人 而且他自己这两年赚的钱 基本上都拿出去做膳设 给周边村子盖了两所小学 做了很多好事 虽然丁明复赚的挺多 但是对自己却抠抠嗖嗖 身上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几十块钱的 应该不像是做西装好人 一般人做戏一段时间就变回原形了 可他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么拮据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丁明复一个人在打理民宿 就请过一个人来帮他 但没做多久就被打发走了 这个人据说是他的远房亲戚 罗比星河下队来到了丁明复的表弟丁强家 一番询问下 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时死者的DNA报告已经出来了 经过数据库比对 发现死者名叫赵春梅 当即明川一行人来到了赵春梅的住处 通过他的嫂子口述 赵春梅之前受过工伤 和当地的公司也打了官司 只不过在赵春梅死后 赔偿款到现在都还没下来 在得知赵春梅受过工伤后 明川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去了当地的医院 找到了当时赵春梅的工伤鉴定报告 上面写着左手手指脱离造成七级伤残 赵春梅是没有左手手指的 而尸骨里却有一根手骨 说明这个手指并不属于赵春梅 附近应该有新的尸体 这块骨头应该是被老鼠叼过来的 这根手指非常新 可能原来的尸体还没有完全白骨化 而在这之前 罗比星也觉得事情的不对劲 来到了地窖再次查探 发现蔬菜上全都是死老鼠 当即找来了江小白一起探查 他们跟着老鼠的尸体找到了民宿后山 有一处坑洞 罗比星吓到坑洞里查探 发现此处竟是一处溶洞 而就在旁边的水坑里 罗比星发现了 水坑里满满都是用布袋包裹的物体 打开袋子一看 里面赫然是高度腐烂的尸体 一共是五具尸体 尸体的腐烂程度让民警都反胃 可想而知 现场的情况是多么的恶心 经过明川对尸体的初步检测 五具尸体都是女性 有三具已经高度腐烂 另外两具是没多久才丢进去的 五具尸体居然都是刚分娩不久的女性 而警方在周边也找到了几处协议 经过对比确定就是嫌疑人丁明妇的 当即对丁明妇进行了审问 回忆起当天晚上 丁明妇见到有嫌疑人出现在后山 本想阻止他继续往前走 因为他知道山里有几处溶洞很危险 可嫌疑人直接跑了 丁灵妇追了上去 看到拴在树上的绳子 想都没想就直接进入溶洞 在看到水坑里的麻袋时 他当即就确定了那是尸体 阁下队觉得此事有一点都没打开 直接就确定了里面是尸体 丁明妇的解释很牵强 黄小龙在对尸体进一步分析后得知 五具尸体基本上都是溺水死亡 虽然后脑部有击打伤 但这种程度的击打根本不可能致死 所以推测溶洞不是第一抛尸现场 而是第一案发现场 下队根据失踪的死亡孕妇名单 调取他们最近失踪的地点 查到了嫌疑人 立即对此人展开了抓捕 可不曾想嫌疑人在逃亡的过程中 掉下楼摔死了 警方在他家中搜到了死亡孕妇的物品 看来之前的孕妇都是被拐卖了 嫌疑人就是个人贩子 而且在他家中发现了一串佛珠 上面刻着钉字 罗比星推测这应该是丁明妇的 当天审问了丁明妇 可他依然还是声称自己不是杀人凶手 在证据面前 他还表现的这个样子就有点反常 等到晚上的时候 下队和罗比星对案件已经一筹莫展了 周天这时走了过来 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第二天警方找到了丁强 询问当天他离开民宿的信息 丁强回忆起来当天晚上的经过 那天是中秋节的前一天 警方当即确定 那就是第一个死者死亡的那天 他自己由于喝酒喝醉了 醉寻寻地走到了后山的某处 刚好碰到了丁明妇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丁明妇 他应该就是凶手不疑了 晚上杜小秋因为癌症症状 愈发难受 可止痛药已经用完了 周天只好去了明川的住宿 借用马飞止痛 明川于心不忍看到周天这个样子 于是拿了一只马飞给他 但周天娴熟的手法 引起了明川的注意 原来周天以前是个医生 在他妻子检查出癌症后 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一心一意地陪着自己的妻子 但明川却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 去找了罗比兴 罗比兴此事也说出案件细节 丁灵妇五年前杀人 如果是为了钱 那么五年后 他连续杀了五个刚分娩的孕妇 又是什么原因呢 他怎么想也想不通 明川也把刚刚周天去找过他的事情 说给了罗比兴 得知他是个医生后 他应该最清楚他 老婆杜小秋的情况早已病入膏肓 但周天的态度却总觉得 他老婆会好起来 而且丁强的线索也是周天提供的 可罗比兴却没太过在意 毕竟现在所有的证据已经证明 丁灵妇就是凶手了 明川对地窖的死老鼠进行了分析 发现老鼠的死因不是中毒 而是在老鼠体内找到了血腥虫 这是老鼠的真正死因 老鼠啃尸了尸体导致感染的血腥虫 那么抛尸地点肯定有这种重分 说吧 明川一人又回到了藏尸的溶洞里 并采取了浸泡过尸体的水坑进行对比 但他发现水里竟然没有血腥虫的存在 这有点不太可能 于是他在溶洞周边查探了起来 果然在溶洞内部找到了另一条通道 就在这时被一名黑衣人打晕了 掉了进去 而洞口也被黑衣人重新堵住 这个男人为了给自己老婆治疗癌症 清醒了民间传说 找来了五名年轻孕妇 杀了他们后用他们的血装的刺碗 再用他们的头发压在碗底 摆成一个圆形 放上渡小秋的雕像 再点上蜡烛后就完成了血迹 只要在家中等着 妻子就能因此复活 可事实上他等来的却是一场空 回到案件中 不知过了多久 明川在溶洞内醒了过来 这里也有个水坑 当即他对水坑进行了采样分析 果然这里的水坑有血吸虫的存在 难道这才是案发第一现场吗 立马想给罗比星打电话求救 可手机没了信号 只好先在周围查探起来 在水坑边上发现了一只蜡烛和五个碗 碗的底部还压着铜的头发 碗里面还残留着人血 明川猜测这应该是某种仪式 可能是凶手用活人血迹 一晚上过去吧 溶洞内部的氧气快被消耗完了 明川快扛不住了 第二天 大家都以为抓到了真正的凶手祸 准备离开水云间 大家终于发现明川失踪了 于是罗比星跟着自己的直觉 回到了溶洞中寻找 经过一晚上的等待 明川此时已经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洞穴里的氧气极为稀少 他只有用手电筒敲击石壁 发出声响来引起警方注意 可声音太小很难被人发觉 幸好罗比星在最后时刻听到了动静 在明川晕倒的那一刹那 打开了洞口的石块 把明川给救了回来 也没有过多的休息 直接来到了法医室 和大伙说了他找到的重要线索 原来在五具尸体上不感染了血溪虫 而在发现尸体的水坑里 并没有这种虫子 但是在明川掉落的洞穴 水坑里却发现了 这说明溶洞内部的洞穴才是案发第一现场 而溶洞的水坑只是凶手转移尸体的地方 紧接着他拿出了丁明傅的血液检测报告 他的血液很健康 并没有感染血溪虫 凶手在转移尸体的时候 不可能没有被感染到 所以丁明傅不是杀害五名孕妇的凶手 而此时江小白也有了重大发现 他当天又回到了水云间 他突然想到水云间五年前 还是一个没有被开发的景区 那么当时肯定有工人住在周边 通过当地警方很快找到了当年的工人 根据工人口述 当天晚上确实看到了影子 胸口插着刀往前方走了 当时他以为自己做恶梦 就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经过当地警方的努力 立马找到了嫌疑人 杀害赵春梅的真正凶手 终于被抓到了 可丁明傅依旧逃脱不了坐牢的后果 就因为自己的意识贪念 拿钱和藏尸够他坐牢的了 再次回到血迹孕妇案 丁明傅不是凶手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人最可疑了 那就是周天 警方来到了周天的家中 发现他家中摆满了佛教的物品 墙上也贴满了符咒 而他正在给妻子杜小秋涂指甲油 仔细一看杜小秋应该是因为癌症死了 明川直接以血吸虫的细节分析了案件 通过之前观察到周天身体的异样时 确定他已经感染了血吸虫 所以他才是血迹孕妇案的真正凶手 他费尽心思把尸体从洞穴内抬到了溶洞的水坑 故意出现在丁明傅的视线中 从而一步步把他引到了自己丢失的戎 动丁明傅也因为好奇上了当 正好中了周天的拳桃 到时候警方就不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所有的证据都会指向丁明傅 但警方在最后关头依旧找到了关键线索 让周天的计划彻底失败 听到这些后周天也不再解剩 说出了自己杀人的理由 原来他当年知道妻子杜小秋得了癌症时 不知道从哪来听到的民间办法 杜小秋命令熟水 只要杀掉五个刚分娩的孕妇 她就能活过来 她必须在五年内凑齐五个刚分娩完的孕妇 杀了他们后用他们的血装满瓷碗 再用他们的头发压在碗底摆成一个圆形 放上杜小秋的雕像 再点上蜡烛后就完成了血迹 只要在家中等着 妻子就能因此复活 可事实上她等来的却是一场空 妻子杜小秋也早已因为病痛离开了人世 而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随母亲去了 也许是真的太爱妻子 也许是舍不得未出生的孩子 这股执念一直缩使她杀人 让她走向了法律的底线 精神小伙刚从夜店喝醉出来 发现旁边躺着一个女人 正想上去捡漏 谁知道一翻身发现女的已经死透了 警方立即来到了现场 只见两个精神小伙被尸体下的直哆嗦 法医初步分析 死者是割腕导致失血过多而死 可附近却看不到一滴血 那么多血去哪了呢 随即丁春秋放走了两个报案人 他们不可能是凶手 这里是抛尸现场 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据警方调查 死者名叫葛平 是新闻综合频道的记者 周围没有监控和目击者 警方的调查增加了难度 从他的同事和朋友调查发现 葛平这个人平时还不错 可就是脾气大 得罪他的话会被他给骂死 从初步的事件来看 葛平死前并没有任何的搏斗痕迹 就好像自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被人割腕放血 这种深度的伤痕的流血量 只需要几分钟人体就会进入休克 并且立马死亡 可在附近几公里并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所以葛平绝对是被他杀 凶手杀人后抛尸到此处 丁队怀疑这种杀人方式是随机杀人 而且杀人手段非常枉练 一看就是有余 谋得但却没有任何的目的性 猜测凶手可能会继续作案 立马给全市警局和派出所发出通告 加强晚间的巡逻 调查发现 葛平当天晚上坐了网约车 警方找到了当天晚上网约车的司机 前程 葛平就是坐了他的车之后 中途下车 再也没了消息 他是警局的老顾客了 上个礼拜也有一起命案 与乘客坐了他的车之后 下车也是没了消息 而后就遇害了 可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使他杀人 就把他放了 这倒好又有一起命案与他有关 可前程一脸无辜的样子 称自己确实不知道 此时回忆起当天晚上的情况 他就是因为自己嘴笨不会聊天 可葛平没聊几句 他就发火下车 警方查了他的车子 从车内的痕迹来看 确实没有搏动 再看着前程这副窝囊的样子 也不像是个凶手 但是葛平自从下了之后 那个位置距离他家里 至少还有十几公里 不可能不坐车回家 但在葛平的手机后台上 发现他再也没有叫过车 这个男人太窝囊了 被老婆骂了一晚上 也不敢反驳一句 警方来到葛平下车地点 可附近都没有任何的监控拍摄到 通过网约车后台的记录调查 发现前程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 唯独在两个被害人下车之后 他就再也不接单了 而就在这时 在记录中看到了 还有一次这样的情况 这是在一个月前 难道还有第三个被害者吗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被害者金金是在光明市的江边跳降 当时被害人金金 从江北市车到光明市 在马上到家的时候 也是中途下了车 从金金的尸体之家缝中 找到了凶手残留的丁美 但不是虔诚的 于是就把他给放了 凶手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丁对分析这三起案件肯定有关联 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从第一起跳江案到葛平案 凶手的杀人手法也在升级 而前程和凶手肯定是同伙的 当天晚上警方便跟踪了前程的车 车内刚好有一名女性乘客 可中途却被一辆奔驰变迭了车 与乘客在和前程吵了架之后下车了 但也就是吵架 前程并没有做出危险的举动 丁对看了奔驰车的时候 推测奔驰车里的肯定就是同伙 在被害人下车后 同伙再把他们接到自己车上 而后进行了杀害 说完立即对奔驰车展开了调查 警方很快通过车牌找到车主 可一番查探下并没有任何线索 这辆奔驰车是被套牌的 警方加大力度在全市进行搜查 终于在一处河边找到了轮胎翼 看来是有车开进来合理 当即找来了调机把嫌疑车辆调了上来 法医对车上的DNA进行了分析 发现确实是戈平的 所以车上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 可唯独有一点很奇怪 一个成年人的血量是在四千毫升 可车上发现的血量并没有那么多 那些血都去了哪呢 就在这时 前程居然跑到警局自首了 他承认三个人都是他杀的 葛平是被他开车带到河边 在河里放了血 所以车上的血迹特别少 前程口述自己是去偷了一辆奔驰车 并没有拿自己的座 但所以警方在他的车上 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原来前程特别的窝囊 在家里受够了他老婆的虐待 久而久之对女性产生了报复心理 于是就开始对女性碰下杀手 但警方还是觉得前程有问题 他不是凶手 警方调查发现 所有的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车上和前程聊天时 他会故意挑起对方的怒火 从而让他们自行下车 像这种聊天是需要技巧的 以前程的教育背景来看 他的文化程度 不足以让他有这种聊天技术 他的背后肯定有高人指导 而这个高人肯定是个富二代 长相也要非常出众 这样女乘客才会对他们没有什么戒心 可警方跟踪了前程这么久 他一般都是在车上和家里两点一线 并没有在他的社交圈 发现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男人听着自己老婆在和别人打 哭客的声音居然没有一点反应 而是跑到地下室的车里抽起了烟 他就不去抓奸吗 这时 警方来到了前程小区的地下室调查 丁队在前程的网约车上 发现了一包名贵的雪茄 可他不是不抽烟吗 说吧自己也拿出烟抽了起来 找了半天没有火 刚好此时开了一辆保时捷 就厚着脸皮找车主借火去了 过去一看 这辆车的车上居然也有一模一样的雪茄烟 正当丁队询问烟的来历时 车主开车直接跑了 一番追逐后 警方很快拦住了协议车辆 可车上下来的并不是协议人张柯 原来张柯在中途就停了车 让他的司机开着车往城外跑 自己往山上跑了 可警方怎样也想不通张柯会杀人 他又有钱长得又帅 杀人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丁队怀疑 前程和张柯之间应该达成了某种协议 前程来替他顶罪 而张柯可能去杀了前程的妻子 这应该就是前程顶罪的理由 回到对前程的审讯 他现在依然嘴 不肯透露张柯的任何行踪 丁队想到一个办法 骗前程说他的老婆已经死了 前程误以为是张柯完成了杀人诺言 直接露出了马脚 当看到自己老婆被警方带来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被警方骗了前程 知道了自己暴露 对张柯的事情也没有了任何隐瞒 张柯此时已经来到了他姨妈的家中 原来张柯从小就是孤儿 一直被他的姨妈带大 可姨妈对他很不好 从小就留下了很多阴影 杀了这么多人就是想报复姨妈 反正警察已经找到了他杀人的证据 干脆一不做二 把姨妈彻底解决了 了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警方破门而出拿下了张柯 据张柯回忆 当时他在地下停车场看到前程的时候 就已经在心中有了自己的计划 随之前程的老婆又把他给律了 直接攻破了前程的心理防线 而张柯也抓住了这个时机 把自己的计划说给了前程听 只要能帮他完成计划作为报答 就会杀了他的老婆 前程在经历多年他老婆的虐待下 早就想杀他 只不过窝囊的他 连骂他老婆的勇气都没有 于是两人惺惺相惜 凑到了一块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今天警局来了一个老太太 声称自己儿子杀人了 原来老太太早上买菜回来 发现小儿子李小冬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带到医院的时候没有抢救回来死了 老太太声称是自己的大儿子李小北杀了他 可警方问到原因的时候 不由让警方头疼了起来 老太太的大儿子李小北 是市医院的主任 平时为人很不错 高超的医术也就回了不少人的姓名 警方带回李小北的时候 他还没发现弟弟李小冬已经死了 在警方的盘问下得知 当天李小冬病发后 送到医院的时候 李小北正在给病人做大手术 不能出手术室 一直忙到晚上才做完 据警方调查后发现 死者没有工作 之前也有过犯罪前科 一直没有经济来源 都是靠李小北支撑着他 从之前的盘问中看得出 李小北很在乎自己的弟弟 但是他们的母亲说的 却刚好相反 在老太太的认知中 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反而很差 说明两个人中肯定有人撒谎 明川对尸体做了初步检测 发现没有任何的毒理反应 不是中毒而死 全身上下也没有外伤 看着像是中毒 可实际上是得了某种怪病 送去医院抢救不及时死亡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就要进行解剖 老太太已经同意对尸体解剖了 从他家摆放的照片来看 只有死者和他的合照 并没有李小北的 可见李小北和老太太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好 但李小北强烈反对警方解剖尸体 可老太太已经答应了 他也没有再做任何的反抗 最终明川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发现死因是高原废水种 典型的高原病反应 这种病因是要在海拔 三千五百米以后才形成的 可彭海市是个盆地 他的死因 怎么可能会是死于高原反应呢 警方调查后发现 死者李小冬近半年内 没有出过彭海市 他的死应该不是意外 警方推测 嫌疑人应该很了解 死者的身体状况 而死者的哥哥李小北 嫌疑最大 银川指出 如果能在改变气压的情况下 即使不到高海拔地区 也会得这种病 警方刚好查到了 李小北名下 有一个高低压养仓体验馆 当即带回了李小北 进行审问 可以翻盘问下 李小北居然不知道 自己有这么一家体验馆 看着也不太想说假话 银川和罗比兴 来到了这家体验馆 刚好在门口碰到了 李小北的老婆学员 他是这家店的老板 一番询问下得知 这家店是李小东 和李小北的老婆一起 开的李小北并不知情 那些体验馆的所有意 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作用 说白了就是骗人钱的设备 看来李小北 应该不是杀人凶手 而开这家店的真正原因 就是李小东 本身的身体素质很差 他还想着去西藏 李小北一直不同意他去 所以李小东 想借此机会开个店 自己先去体验一下 证明自己的身体 没任何问题 就能去西藏了 此时 法医这边有了重大发现 在李小东的家中 搜到了一瓶维生素 银川打开一看 发现药物被调包了 里面放的是红颈天 这种药物是治疗高原病的 所以警方推测 李小北一直知道 自己的弟弟患有高原症 而就在死者发病的当天 故意安排好满满的手术 从而拖延了死者的救治时间 于是警方又带回了李小北 并且给他用了测谎仪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 测谎仪最后的数据得出 李小北的各项指标 都是正常的 看来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嫌疑 也就放了他 可就在第二天 李小北居然在他老婆 开的体验馆死了 初步推测 李小北的死因是中毒身亡 桌上的情话甲就是毒药 在现场查看一番后 并没有发现 有第二个人的痕迹 很像是自杀 可是李小北的遗属 却没有找到 李小北的死因比较可疑 尹川发现 现场可能又被人为擦拭的痕迹 但调取监控发现 自始至终都没有第二个人出现 就在这时 医院的清洁工到警局 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随即警方对血渊进行了调查 发现是他把保健品 换成了红颈天 血渊一直知道 李小冬患有高原症 而为了能让死者 能早点完成去西藏的梦 本出于好意 把保健品换成了红颈天 可没想到这个举动 却害死了李小冬 就不该对李小北隐瞒此事 这个老太婆也太心狠了 居然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儿子 就是因为儿子不支持自己找老相好 而他这个儿子对他却是很孝顺 连老太婆抽的烟 都是亲手给他卷起来的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据学员口述 老太太和李小北的关系并不好 原来在李小北兄弟俩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的父亲就死了几年后 老太太想改嫁 李小冬是双手赞成的 可李小北思想比较传统 并不支持老太太找老相好 所以这么多年来 老太太一直讨厌李小北 特别宠爱李小冬 这个老相好名叫高建林 是搞科研的博士 当年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 高建林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职业 特意返回国内帮了老太太很多 本来这样的男人挺好的 可李小北就是不同意 他们在没有任何的线索下 大家又把当天的监控看了一遍 在看了9981遍之后 明川终于看到了监控不一样的地方 发现死者的呕吐物被人清理过 这个监控被人修改了 能达到这种水平 说明修改监控的人并不一般 即刻警方想到了老太太的相好 高建林 他就是科研的博士 可等明川见到高建林后 发现他早已病入膏肓 不可能有作案动机 明川再次回到了法医室 在李小北的支架缝中找到了烟丝 可李小北没有抽烟的习惯 这种烟草是哪来的呢 根据这个一点 李小北的死很有可能和老太太有关系 就在警方要展开调查的时候 老太太打电话过来自首 和警方约在高建林的墓地里见面 他交代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承认是自己用情话物堵死了李小北 然后自己更改了监控视频 就是因为他不支持他和高建林在一起 再加上他认定是李小北杀了弟弟 才应击杀的人 明川分析道 秦化甲有一股很难闻的苦心人味 作为医生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毒药 所以李小北是在亲弟弟死后 加上母亲还要毒死自己的双重打击下 自己故意吃下了秦化物导致的死 然后老太太被警方带走了 案件就此完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